來看這間是新北市一個男騎士 男騎機車 男背手機 結果騎到一個路口 跟一台騎車燒龍 竟然開車要對方背衣十五萬 這台騎車的家屬真不耐 說這實在真不利 騎車經過路口二兩三拉八 頭前這個騎自動車 因為不會負責撞到 人都在肚子 安全沒辦法拐出去了 看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騎自動車的東西 哪騎 哪在用手機 所有工程的企機車都停下來 這個騎自動車的方向衝出來 最好調說這次騎自動車的七聲 騎車的家屬三聲 騎車負責的三聲 原因是經過路口不減鬆 家屬本來想要申請中心鑑定 因為他明明有減鬆 他又考慮到他又沒到傷 車也由保安公司處理 想不到這個騎自動車 要求二十萬塊的配送 不說要加過過時上海 不合理 因為他不為注意 修繩人家行車狀況 我個人是覺得 還是要讓看到最後 好了這個騎自動車 管理將這個金鑑到十五萬 換做三聲 騎自動車的家屬只需要配三萬 不過這個騎自動車的家屬 需要續續十五萬 其中包括兩萬塊 以後費用一萬塊 收入歐巴巴的錢 以及費用三個月 順勢的外風十二萬 這種的配送金 讓騎自動車的家屬認為不合理 機車駕駛人 來跟汽車駕駛人 要了一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和解金 這個和解金 本身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願不願意給付這個和解金 攸關於汽車駕駛人 願不願意承擔被刑事訴追 判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賬的處罰 因為騎自動車的人有中心 所以要求保安在法律上有入住 那不明明是他本身 在用手機沒水路漏風 對到汽車家屬來說也很不耐 看這個辦事未來 如果到路口的時候 只好減速塞得更萬劣 才不會出事